世界脈動澳洲視角 歡迎收看AMEC澳洲留學網路電台 您的第一手Visa新聞平台 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Karl 今天這一個video 我要跟大家 當然是因應觀眾們的要求 我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讀這個幼教類別 怎麼來移民 那相對的在之前的video裡面 有常常提到就是說 這個簽證的這個使用 還有策略上面 策略性的來去運用它 不要先很多人就覺得說 我先來打工度假等等的 結果呢 浪費掉了打工度假的機會 然後之後真正要讀書要學習的時候 後面的工作經驗 要取得的時候不夠簽證來使用了 所以在這個策略上面呢 我們要讓大家了解一下 所以要出國留學 要移民的人 一定要好好的來計畫 那今天我們就直接進入到這個主題 我就直接跳到這個 相關的這個官方的網站呢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讀幼教呢 到底怎麼來移民 那當然這只是一個diploma而已 那我相對的我會建議很多的觀眾朋友們 可以再進階一步往這個學士 batchelor of pre preprimary early childhood 這個education 往那邊去走 因為往那邊去走呢 一定都可以移民的 OK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在職業清單裡面呢 這裡面有哪些的分別 所以呢 我們進到這個department home affairs 移民局的網站裡面 這個網頁呢 如果你需要的話呢 你也可以留言給我 可以發給你 這網頁非常好用 他把所有澳洲的職業呢 都放在裡面 所以你只要進來 你對你的職業有什麼興趣 比如說我們這邊打上child OK 直接跳給你所有有關child 這個的職業都跳出來 然後也告知你說 旁邊有多少類別的簽證 我們可以來運用它 再加上 他現在是在哪一種清單裡面 還有他的職業評估單位 是哪一家 所以非常非常好用 OK 那當然我們先看第一個 是child case center manager 的部分 這個就是所謂一般很多人去讀 這個diploma of child case services 就可以取得的 那我們就一定要透過 TRA去做職業評估 那很重要的 在澳洲所有的這些 跟技術工作類別相關的簽證 職業評估都是非常非常重要 他基本上會是第一個門檻 一定要達到的部分 那當然下面還有我們就跳 這邊還有一個child care worker 那這個只能在平衍地區使用 在下面這個是 early childhood pre primary school teacher 的部分 要到AITSL 就是這個教師證的這個職業單位裡面去做評估了 那這兩個部分基本上都在MLTSSL 就是這個media和long term的skill 這個清單裡面 list裡面 所以換句話說 他們都在移民的項目當中 那我們要怎麼往前走 怎麼去讀到這個部分呢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第一呢我們先跳到這個 child care services 要去的職業評估單位 叫trade recognition australia 那如果你要讀這個部分 你就會知道 它其實分好幾個步驟在走 一個是job ready 這個jrp 然後再來就jre 然後jrwa 然後jrfa 等等的 那這個一步一步的第一個部分一定都是走jrp 因為這個jrp的部分呢 你基本上就可以達到可以申請485簽證 但是我要告訴大家就是說 如果你只讀diploma of child care services 你只有diploma 那你的485的這個畢業工作簽呢 也就只有一年半的時間 所以你在後面要累積工作經驗等等的這部分 是非常非常困難的OK 那還有還有接下來他們還要再到job ready employment 呃等等的 然後要走四個step才能走完整個簽證類別 所以我相信在這個 呃 留下來的這個畢業工作簽裡面是很難去達到這所有東西全部做完了 那當然我會很建議大家就是說往這一個 呃AITSL的這個 呃 直接是變成教師證的這個方向去走 因為這基本上開啟的另外很多道門 因為你拿到這個東西你相對的也可以往這個 呃原本的child care services那邊去去去去去這個找工作然後移民OK 那這個呃我們基本上就按到這個early childhood 我們來看一下啊 它裡面的要求是什麼東西 所以我我剛跟大家幫大家看了一下 如果你讀在澳在呃他這有qualification的要求就是一定要在呃這個本科文品就是學士以上才能算在裡面那英文的要求呢呃他要求是你如果你在呃這個澳洲美國加拿大愛爾蘭呃紐西蘭英國美國 呃讀書超過四年以上 然後取得呃相對等的學士學略的話 你就不用再去考英文了 那如果不行的話呢他們option two呢就是要兩個七兩個八兩個七是哪個部分呢是reading和writing 所以寫和呃的reading和和讀OK 然後八的部分是speaking和listening 所以聽和講需要超過雅思八分的部分才能呃達到這一個門檻 那這個部分呢就沒有什麼所謂的什麼job ready啊還要工作啊等等這些東西才能拿到 而且你讀到了bachelor的時候呢你好處是說你直接的這個呃畢業工作的簽就是兩年OK 那我們來看分數好這是大家最呃注目的地方齁那相對就是說我不是說讀diploma child care services呃不能移民只是說你你基本上你的路很窄 你你你沒有你沒有多條路去選擇你的移民的方向你只能往前衝那很多人問那一年半那我這樣子工作今天不夠那怎麼辦 所以我是剛剛才呃這個是video的剛前前頭才跟大家講說 欸是不是這個打工讀假簽證應該往後 不要先用打工讀假簽證來 現在讀完以後一年半完了以後再回去換打工讀假回來 那再繼續可以累積工作經驗 那累積工作超過兩年以上的這個時候呢 呃如果是你是childcare services的話呢 你就可以轉過去做這個呃tss就是482的工作簽證 但是你這個需要雇主的擔保了 那你需要雇主擔保要知道這些東西的話 呃相對在我們的呃很多的video裡面也有這個介紹 那今天就不往那個細節去講了OK 那我們來看這個評估分數的表格好了 如果我們是往我們這樣來算一下 呃我們一般你讀完書等等的基本上都會在這個地方 因為你讀呃學是四年再加上如果diploma一兩年等等的話 怎麼樣都是呃三到五年的時間啦 所以你要到25歲其實是以上到33歲之間的話 基本上是很容易所以就要30分的部分 那語言的部分當然我這邊就建議一定是要呃四個七啦 OK因為你如果是讀這個early childhood的話 一定是要七七八八歲一定會有這個10分 當然如果你能全部拿8分以上 20分是最好的 那我們工作今天這個部分我們先不要去算他的 來說的話呢 如果是qualification來看的話 我們如果是讀early childhood的話一定是bachelor嘛 所以這邊又加15分 所以這樣總共就已經40再加15就55分 然後再加上呃呃這個study requirement 在澳洲讀書超過兩年以上就5分 所以這樣幾分呢30 40 40 嗯 40 55 60了嘛 那還差應該還差5分的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後面的5分怎麼加進來呢 第一呢 我們可以選擇第一 如果你去片野地區讀書 這個我們這個topic我們已經講了非常多次了 你本身在那邊讀超過兩年以上的話 又再加5分 所以65分就很簡單的拿到了 這是第一點 第二呢你可以如果你語言這麼強的話 然後你要想做雙語的老師的話呢 你還可以去讀一個credential community language 就是NATI考這個證 考到這個翻譯證的話呢 你也可以再多加5分 這樣子就也是達到65分 那所以呢 換句話說讀這個教育系 Early childhood 這個教育系的話呢 你要取得的這個分數呢 非常非常的容易 OK 那當然這還沒有再算說 如果有這個 Nomination 有這個 週單保的部分 又再給你加5分 OK 所以這就是我說的 如果往這方向走的話呢 基本上呢 是 一定是移民 OK 不會有差 不會有太大的這個差異 但如果我們再回來 我們如果是以Diploma部分來看的話 然後我們去選擇一個片野地區去讀這個 Diploma Child Care Services的話呢 OK 那我們一樣年齡30分嘛 對不對 語言的部分 那當然我希望大家如果 Chile Care Services要10分 那就是40分 那我們不用去看這個 工作經驗的部分 那你這樣子40以後呢 你唯一就是這邊會少掉5分 OK 少掉5分的話 你就 你前面剛剛好65分的部分 你就會變成說 走不了190的部分 直接拿PR 你一定要去要求走這個 489或是未來的這個491 就是周擔保 然後在 偏遠地區呢 待5年然後工作3年的這個方向 才能達到這個標準 那當然啦 你 唯一 走這個Diploma of Child Care Services呢 唯一的問題在哪裡 問題基本上就是在 畢業之後的那個 工作 畢業工作簽非常的短 那還有他職業評估的部分 不像拿到Bachelor 這個Early Childhood的部分 他是直接審核就過 他不需要工作經驗 那你這個 如果去走TRA 他還要有Job Ready 什麼一大堆等等 你要走工作經驗走完 走完都不 剩沒有幾個月的時間下來 所以會非常非常的緊啊 那這也是說 如果還有 這個打工度假簽證還留著的話呢 可以 後面可以再加進來 不是說不行 那 我們還有注意一點喔 如果你是讀Diploma of Child Care Services的話呢 然後你雅思又還沒有拿到7分的話呢 那這時候分數就 非常非常的struggle了OK 所以呢 這個就是一個問題所在 那 往這個方向走 又要走雇主擔保的話呢 相對我覺得會比較困難啊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 生意老闆的部分 還要聘你為成 我們剛剛看了 要變 Child Care Center Manager 你要變成裡面的經理 那這經理裡面有分幾種啦 那我們如果按這個進去看的話 他其實 你只要是Manager的部分 有分成Director 或是Coordinator 你可以變成 Child Care Coordinator OK 如果變成 Child Care Coordinator 我這邊給大家看一下 抱歉 OK 所以 這邊我可以放大一點給大家看 OK 這裡齁 所以呢 Child Care Center Manager 有分成兩種啦 OK 一個是Director 一個是Coordinator 那當然啦 你突然間你去這個 你的 Child Care工作 然後你又更加要說 你要變成Coordinator 這個就是另外一個 困難度所在啦 OK 那這是基本上今天的 簡單的讀幼教部分的 怎麼移民的一個簡單的介紹 那你有對這個 TOPIC有任何的問題 還有我們中間 這算分等等有任何問題 歡迎你留言給我 那如果喜歡我們的頻道 記得在我們的臉書上面 幫我們按個讚 然後到我們的YouTube頻道 按下訂閱 還有旁邊的鈴鐺 把它勾選起來 這樣我們有新的Video呢 您都會第一手取得 OK 那今天的Video就到這邊 謝謝 拜拜